1 2 3 就瑪莉珍 然後後面有鑽石的 我拿一個 跟那個全部都拆掉 全部都拆掉的素面的感覺 是長這樣 然後另外第二個就是 後跟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 前面 然後他腳背的那邊也是 就是扣環那邊你拉一下 就是有鬆緊的 兩邊都有 所以他 你這樣直接拆掉很方便 就是妝跟拆都非常方便 就是像黑色的鬆緊帶就是配黑的 這配白的鬆緊帶 有合法嗎 有 市面上也有人會這樣做 這就是細節之處 我們要跟他們說 我們的細節之處 也是啦 黑配黑 然後你看如果是淺色系的 就會配白色 對 所以他的鬆緊帶就會變成像隱形的感覺 沙發後跟 沙發後跟 然後還有 這一個的高度呢是 5.5嗎 對 有三穿才1600 真的是 而且這麼多 你從哪找 安心的 安心的是最重要 我覺得買到一個安心 跟一買就對 是非常重要 不花願望 他是像排鑽的感覺 對 然後我幫你們摸後面 我覺得OK 是順的 沒有啦他後面沒有啊 沒有我是說後面 這個 就有些人會擔心這個 後面的袋子 OK順的 另一個是穿粉色的示範 一個是穿黑色的示範 鑽石放前放後都很美 然後如果你是要比較素的場合 你就把它鑽石拆掉 就有三種穿法 這一雙很可以 其實跟那個 我們有一雙平底的 神級多穿法 你去官網搜尋神級多穿法 會有一雙平底全真皮的 呃 你可以把鑽石全部的拆掉 然後也是非常非常OK的 所以這一款 我覺得一定要必修 因為他是三穿 他是三穿 CP值破表 我覺得我半年我也可以 半年還是 你們現在穿起來怎麼樣 覺得體感高度是怎麼樣 他真實的是5.5 5 對 3 體感是3公分 3公分就是美感覺得 6公分以下的體感 我們家6公分以下的高度 我覺得穿起來的感受 都是3公分左右 所以基本上是超好穿 我覺得高跟鞋初學者 今天介紹的6公分以下 都可以收 然後如果你有選色障礙啊 你就是選你鞋櫃裡面有的顏色 已經有 比如說你已經有黑色跟鞋 你就趕快跳過黑色 如果你還沒有一雙粉紅色 那你這一個款 就是要買粉紅色啊 欸我跟你說 事件上好看的粉色 很少 很難遇得到喔 不然就會